驻日美国海军全部扫兮力政 迎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精神喊话 贺锦丽参加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后 28号访问驻日美军位于东京近郊神奈川县的军事港口 感谢美军替区域和平稳定出一份力之后 贺锦丽划风转向中国 贺锦丽批评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 也誓言挺台到底 贺锦丽这趟日本行也和日本半导体企业高层会面 包括三肯电器 东京威力科创 日力先端科技等至少是三家 而会议内容同样剑指中国 提到中国就是美国半导体发展最大阻碍 贺锦丽说服日本半导体商晶片制造地器中投美 因为在美国发展半导体不但有补助投资美国设施 还能折抵25%的税收 力拼每日半导体合作升级 拜登政府8月颁布晶片法案 很杂将近1.7兆台币全力扶植半导体产业 贺锦丽下一站将访问韩国 形成少不了与当地晶片大厂会谈 贺锦丽亚洲型不只调研外交 在结盟抗中上更全力冲刺 金新闻 谢此见 王主赢 报道